歡迎大家收看東周列國戰國編的第十三集 今天就是第五章開始 也就是蘇張中環的第一節 蘇張顧名思義就是講蘇秦和張儀 蕭先生,蘇秦和張儀兩個人比我們覺得好像很聰明 其實你們兩個的性格是怎樣的呢 當然,照歷史來說是非常之聰明 蘇秦和張儀都 我曾經講過,前面提出這個故事是不存在的 是作出來的蘇秦和張儀可能根本並沒有其人 但是這個故事有很多特色大家都知道 有一個特色大家還沒有留意 就是這是一個拔貓尾的故事 為什麼是拔貓尾? 這個在清朝康熙年間曾經有一個很出名的故事 就叫做李光地賣友 因為康熙的時候三藩作亂 李光地和他的朋友兩個就合了一條路 他一個就去投降給那時候的上南王 這個謹徑中 一個就說去臥底 然後另外一個就拿著福建的地圖 就說知道那些敵軍在哪裡 就去北京那裡邀賞 這一條就叫做拔貓尾的故事 就是哪一邊打贏了 那個朋友就變成臥底 你知道嗎? 兩邊打贏也沒有事 就是這樣 但是蘇秦和張怡這兩個人 在戲裡面會說到 如果沒有合縱就不會有連環 但是又好像說 其實本來蘇秦就去秦國 說要有連環 那究竟是怎樣的? 故事來說不接受他 於是他就搞了合縱 搞了合縱之後 於是他就找張怡出來去搞連環 其實兩個人 希望操縱兩方面的政局 所以我說這是一個拔貓尾 同樣是一個拔貓尾 想表演拔貓尾的故事 但是在這裡 我特別提醒大家 那個故事 其中有一點精華在哪裡呢? 就是蘇秦初初讀書 去帶了一些黃金 帶了一些金 所以說金其實是銅 就有很多金 還有一些皮帶外套 就是有這個 有這個 求醫 就是這樣 去了秦國 洗光回來之後 就沒有了錢 那是怎樣呢? 他看到那個情況 就叫做 妻不下機 那個老婆呢 在那裡 在訪息一步 看到她回來 都不下車來歡迎 就是繼續在訪息 理睬都不理睬她 嫂不為吹 那個嫂呢 不幫她煮熱的飯給她吃 因為嫂呢 那個嫂呢 負責呢 是煮全家的飯的 嫂呢 就不煮飯給她吃 那好了 後來 當她說她配 陸國上印回來的時候 她的親戚呢 包括她的嫂呢 她的老婆呢 全部在十里之外 貴在地下 迎接她 於是 就說了幾句很出名 蘇秦說 何前居而後宮也 以前為什麼對我這麼尊敬呢 他們回答了一句 很真心的說話 她說 為貴子 即是叔仔 為高而多金也 她官很大 還有很多錢 於是 這個蘇秦就嘆了 大丈夫 豈不如是哉 大丈夫 一定要 發大大 有權勢才可以 這樣 老婆也不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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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說這個蘇秦的故事 也還有一個 就是說到 原諒 就不是她 就是刺鼓 刺鼓 即是說她回去 拿一個釀 那就是 這個是 我覺得 很離譜的事情 即是你讀書一盒眼睛 就一吞吞到自己的大腿 是 這樣 即是你一兩天就行 如果你每天讀書 讀一年 那便刺到大腿下半生 還要不流血死 是啊 這個是沒什麼可能的事 每天都會刺到同樣的傷口 你不小心就 其實 其實 講到這裡 我又會懷疑 蘇秦和張儀 都是鬼谷子的學生 去鬼谷讀書 但又講到 有家人 又原諒刺鼓 其實 會令我懷疑 究竟 是否同一件事 即是某一個人發生的 是的 即是說是鬼谷子的徒弟 這個也可以 如果鬼谷子的徒弟 要很厲害 不需要再讀音符編 即是這樣 其實這個是什麼 那個太陰符編是什麼 太陰符編 相傳是 姜太公傳下來的兵法 即原來在宣武之前 姜太公已經有寫過兵法 即是這樣傳下來 即是這樣的 其實現在還有沒有這本書 沒有 沒有人知道是什麼書 即是這樣的 我們一會兒就會見到 蘇秦輾轉到很多國家 最後去到燕國 才有人去上職她 那個就是文侯夫人 還要對她一見鍾情 但那個文侯夫人 是老過蘇秦都幾多 其實歷史上 有沒有這件事記載 有的 歷史上 但都是來自一個 一個這樣的 source 但是蘇秦 無疑 即使以紀錄來說 是一個很聰明的人 張儀是一個很口才的人 其實我們會在劇集中看到 這兩個人物的訴訟有少少不同 以及會覺得張儀是固惑一些 即是蘇秦好像很穩重 而張儀是固惑一些 其實蘇秦的處境是困難過張儀很多 其實張儀多數是負責外交的東西 嗯 這樣吧 不如我們現在去看一看這部劇集先 明天這個時候我們再跟大家聊 好嗎 呢 我們來看 你要看 我們來看 兩人 我們來看